哈喽大家好 今天娜娜要分享的是 据韩媒报道 SBS王牌节目Running Man 总导演郑哲明PD 已于2月4日进行了最后一期的录制 之后将会离开节目组进行休息 继任者为此前的助理导演 崔宝碧PD 郑哲明PD是节目组的元老成员之一 他自从2010年加入SBS之后 便一直策划Running Man这档知名节目 也是由于节目组以及其他成员的不断努力 使得这档节目名扬海外拥有无数粉丝 在2017年郑哲明正式成为了这档节目组的主导演 当时的节目面临着重大危机 由于节目缺乏心意 而且成员年纪逐渐变大 而且元老成员Grey将西剑选择下车 这时节目收视率大幅下滑 而且换成员的风波当时也是闹得沸沸扬扬 甚至一度传出节目将取消的舆论 但是由于众议的海外影响力 外加成员的意愿 最终这档节目并没有被砍掉 在此之后 随着新成员 全上文梁士忏的加入 和郑哲明导演策划的海外旅行计划 使得节目再次起死回生 甚至一度收视率破5 此次郑哲明PD在下车前向OSEN表示 虽然出道11年 但是一直在Running Man这段节目中担任PD 自从新年开始便一直想着尝试去做一些新的节目 而且由于之前节目的高强度拍摄 已经让自己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选择下车后将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去钻研一些新的创意 以用来制作节目 对于郑哲明导演的下车决定 成员刘在时表示支持 并且他会为郑哲明接受新挑战 给予了鼓励和应援 另外据韩梅透露 郑哲明PD指导的最后一期将会在本月中旬播出 继任者崔宝碧PD是一个年轻的导演 他曾在此前的Running Man中短暂出演过 之前作为助理导演的他 一直是成员李光珠的责任PD 此次由他担任总导演 或许该会为节目带来一些新的不同的新元素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也祝愿郑哲明PD在以后担任导演的综艺节目 也能收视藏红吧